好 来不要讲话了 接下来的很重要 请你注意看 我们通常 如果你要做游戏结合这个硬体的话 通常按按钮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 就是发射飞弹 最常用的情况 那发射飞弹呢 在我们Squitch里面用到的是分身 分身的功能 分身的功能在 在控制这个地方 控制这个地方 他有一个 Create a clone Clone Clone就是复制一个自己 复制一个自己 那所以呢 如果你按下去按钮的时候 我们把这个复制一个自己 把它放过来 然后呢 当这个复制的自己产生的时候 我们就有一个当分身产生的时候 因为它按了它一次之后 它就产生一个分身 那分身产生以后要做什么事 你就要拿一个这个东西出来 那我们就要那个分身呢 直接一直往右边移动 往右边移动 然后到什么情况停止 控制这里 有一个重复执行 直到什么情况 然后我们用这一个 所以 对撞墙 重复执行直到碰到边缘 边缘就是指这个 这个叫边缘 所以你要去侦测这里 拿一个touching 它这个没有翻译到 然后把它选成边缘 好 所以它要重复做这一件事情 什么事呢 移动十步 一直移动十步 一直到碰到边缘为止 那碰到边缘为止 它做完之后 要做什么事 要把分身删掉 因为它不 如果你不把分身删掉 它电脑过一阵子之后 它的那个计数器 它那个记忆体满了之后 你的电脑就会当机 所以你那个分身产生之后 一定记得要删掉 所以这边有一个删除分身 所以换句话说 当你的分身在这里被产生之后 你的分身呢 就会跑出来 跑出来之后 就会一直往右边移动 然后一直往右边移动 移动到碰到边边的时候 它就会跳出来 就删除这个分身 就把它杀掉 就不见了 这样懂意思 好 所以呢 当我按日期执行的时候 如果我去按按钮 如果我去按按钮 来注意看这个小猫 它就发射出去了 因为它就一直往右边 那因为你按着的时候 它就会一直发射 而且刚刚我这边有那个鱼眼特效 我可以把鱼眼特效拿掉 它就不会变形 那如果你觉得这样子 一次发射的太多 太多只小猫 因为你按折的时候 它就一直发射 所以你可以增加一个等待时间 比如说你半秒才 才发射一次 你就可以把半秒放在这边 或者放在这边 都可以 它就半秒才做一次侦测 好 所以当你按下去的时候 它就只会发射一个出来 除非你一直按 如果你一直按的话 它0.5秒才发射一个 好 碰到边边就会消失 就删掉了 这样了解吗 这个就是发射飞弹的基础的原理 好 再看一次 当 当它按钮等于1的时候 我就产生一个自己 产生一个自己的分身 然后这个分身产生的时候 我就让它一直移动 直到碰到边边为止 然后就30分 OK 再换鱼了